第2391章 古树祖灵 那些绿灵族人当即在轰鸣声中 纷纷化为一团灰烬 近千亿族人 转眼间只剩下了寥寥数十人而已 残余的绿灵族人见此情形 自然下得魂飞魄散 这才知道眼前巨洲上敌人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应对的 纷纷转手狂奔而逃 韩丽冷冷看着眼前一幕 倒也未有继续追赶意思 正想转身再回到船舱中时 忽然后方天边破空声一响 三道刺目顿光天外惊鸣般的激势而来 韩丽双目一眯 当即站在船手 看向后面的不再动一下了 片刻间 三道惊鸣光芒一脸 幻化一女两男三名绿灵族强者 这三人一看 四周死伤了如此多族人中精锐力量后 脸上全都又惊又木 他们虽然料到对方神通广大 这些族人肯定无法阻挡对方前进 但是在可以借助绿海之力帮助下 仍会有这般大伤亡 还是大出预料之外事情 毕竟从他们稍微商量到飞奔追来 前后才不过区区一盏茶功夫而已 等这三名绿绿灵族 将目光移放到韩丽身上后 又不静一惊地互望而去 都从同伴眼中 看到一丝骇然的神色 大成存在 竟然真是仁族大成修士 而韩丽淡淡忘了这三人一眼 同样一眼看出了 这三人不过是合体中后期修为 根本不用在意什么 仁族竟然真出现了一名大成修士 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以前被这等修为对一些后背下词拉手 不觉得有些以大欺小吗 绿灵族深吸一口气后 有些愤然地开口了 以大欺小 他们胆敢阻我行程 不打杀一些 恐怕被其他一些同阶道友知道 反会大遭耻笑的 至于我的名字 你们也不必知道 韩丽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 阁下是从外界来的 魁狐男子从韩丽话语中 一下听出了些什么 顿时脸色一变起来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韩丽风轻云淡地说道 要是阁下真是从外界而来 为了小灵天诸族的出路 我等三人 说不得要让道友 暂时留在绿海中了 瘦长脸男子目中 寒光一闪地说道 区区三明合体 也敢在我面前说这样的大话 就是平那可以祭父的 古树祖灵吗 韩丽打了得哈哈 似笑非笑地说道 阁下知道古树祖灵 看来道友不是误入词界的了 魁狐男子瞳孔一缩 若有所思地说道 韩丽黑黑一笑 却未有在接口的意思了 两位道友 看来说其他的不管用了 只有召唤祖灵上身了 为了我等一族以后的出路 说什么也要情下此人 不过以三敌一 怎么看也是我们胜算更大一些 绿灵族女子则立色一闪地说道 其他两名男子文言 点了点头 通过以前的一系列战绩 三人对古树祖灵的威能 可是近似迷信 即使面对一名小灵天 从未出现过的大成存在 也是颇有信心的 接着三人同时左臂一台 外面照着长袖 同时碎裂而开 各自在胳膊上 显露出一幅栩栩如生 古树图印 三幅古树图印各不相同 一棵古树苍苍脆脆 枝叶茂盛繁蜜 一棵古树笔枝高大 浑身荧光灿灿 枝叶如剑 最后一棵古树 则五颜六色 绚丽之极 枝头开满各种大小不一的奇花 左灵现身 三名绿灵族人 另一手同时一掐法掘 各自滴喝一声 顿时三条手臂上 轻蒙蒙霞霞光一卷 各有一棵持续高小树 虚影浮现出 下方密林中 天地元气 骤然间移动 无数绿丝 从各种树木中 一抽而出 然后潮水搬往 绿灵族手臂上 浮现小树 虚影狂涌而去 瞬间功夫 三棵小树 虚影表面 绿光狂闪 一圈圈的疯狂剧长 最终化为了 百余丈高的 参天巨木 那三名绿灵族人 在原处 凭空不见了踪影 三棵巨木主干上 一阵模糊或 各自浮现出 一张脸孔来 仔细一看 三张脸孔五官 赫然是消失的 绿灵族两男一女 这就是古树祖灵 果真有趣得很 好精纯的木灵器 韩丽感应着 三棵巨木 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脸上一丝 哑然之色闪过 这时 三棵巨树 一阵模糊扭曲后 一阵模糊扭着满头披肩绿发 身穿一件青色木甲 两手赤空 一个巨人身材苗条一些 背上一对艳丽光赤 手中握着一口 绿蒙蒙巨剪 最后一个最高大巨人 则披着一件 长满稻刺的银色甲衣 两手各握一柄银色巨锤 这三个巨人方一幻化而出 其中批发巨人 立刻嗡嗡地说道 阁下现在愿意束手就擒 还来得及 我等只是想让道友 暂时滞留数日 说清楚进出此阶的入口所在后 就可自行离开 否则等继父祖灵 一旦动起手来 我等也无法控制岗维 万一道友陨落在他们手下 可就毁之晚已了 好大的口气 不要说 你们只是借助一些外力 就是真正的大乘境界者 在我眼中也算不上什么 不过这种继父秘书 倒是颇有些意思 等我拿下你们 自会好好研究一二的 和他废什么话 人族原本和我们绿林一族 就是对头 既然以为自己是大乘存在 就敢小瞧我等 那就让他见识一下 古树祖灵可怕 另外一名身材苗条些的巨人 当即发出怒声的嘀吓 此话方一出口 三名巨人当即真不再言语什么 大步一迈 只往莫林巨州七劲来 站在巨手顶端的韩力 望着脚踏虚空轰隆隆走来的巨人 却笑了起来 袖子一抖 一声霹雳 一道银色电弧 从袖中一闪的弹射而出 等电光一脸后 一名青年到世面无表情地 在一旁服下而出 谢兄 你功法正好克制这三棵古树祖灵 就交给你一人应付了 最好给我活捉其中一个 韩力吩咐了一声 牧鼠性强者 很好 交给我一人足以了 谢道人扫了远处三只巨人一眼 微微点了下头 当即单足一踩 轰的一声 道人就在无数银湖缭绕中 向三只巨人一冲而去 并在途中迎风一掌 化为了一头树母大小的黄金巨蟹 此巨蟹两只前肢只是往前虚空一探 再猛然一张口 一道银色雷住一喷而出 并一个闪动后 就出现在了苗条巨人进前处 高大巨人和批发巨人 则上空波动一起 两只巨傲虚影 则在一片银湖缭绕中 一压而下 三名古树祖灵所化巨人 自然一惊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召唤出的一个存在 动起手来 竟然这般干脆 而且还是他们最为忌惮的雷鼠性神通 当即纷纷一领 各斩神通抵挡起来 高大巨人手臂一动 手中两只银色巨锤 一下幻化出无数锤影的 往压下巨傲虚影一杂而去 批发巨人则两手一捏法绝 提表青色木甲上灵光一闪 忽然幻化出无数巨型藤蔓 交织闪烁地往高空一凝 就幻化成一张巨网 往头上巨傲一兜而去 至于苗条巨人 面对已经到了境前的银色雷住 却满脸凝重地 将手中巨人往身前一横 顿时巨人表一阵扭曲后 一下化为了一面绿蒙蒙巨顿 表面明印有无数灵纹 笔直地挡在了身前处 三只巨人处 传出惊天动地的连绵巨响 大片银壶纷纷浮下而出 又化为一团团电光的暴力而开 这时巨大黄金蟹一声低吼 背部硬靠上 忽然无数银色雷纹飘浮而出 飞快一句后 就幻化出一个巨型雷震 此雷震只是滴溜溜一转 就一声轰鸣地 没入虚空 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三只巨人上空剧烈波动一起 巨大雷震 就在无数电弧缭绕中浮现而出 黄金巨蟹身形一晃 也无声地出现在骑上 并一滚之后 就此融入其中不见了 轰隆隆声一响 巨大雷震 徐续一落而下 下方当即传出了 三只巨人惊怒之急的吼声 一股股狂暴气息 一冲而出 但和巨大雷震一接触 纷纷被更恐怖的雷电之力撕裂粉碎 下一刻 雷震就化为一座雷云的 将三只巨人 彻底淹没进了气中 一时间里面霹雳声大起 巨人低含腹痛声不断 还能隐约看到 一团团光霞在里面不停暴力而开 韩丽目睹这一切 微微一笑 毫不犹豫地 转身向船舱走去 以谢道人 连魔界三大始祖 都有几分忌惮的神通 区区三名伟大成 怎可能真在其手中支撑多久的 更别说两者功法的克制之效了 故而才只看了一下争斗的开端 就放心知己地返回船舱了 果然一个斩查功夫后 船舱大厅外脚步声一响 谢道人就神色如常地走了进来 正在大厅中椅子上 默默参悟着法爵韩丽 当即一抬手 冲气笑着问了一句 道友将他们全都斩杀了 当然没有 韩兄不是要求我留一个活口吗 谢道人淡淡说道 袖子一扬 一个银色小瓶一飞而出 韩丽单手虚空一招 就将小瓶一把抓到了手心中 神念洞穿屏蔽的 往里面一扫后 只见瓶中隐约可见一个 萎缩一团的数寸高原鹰 看容颜 正是那脸孔瘦长的绿灵族男子 韩丽点点头 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没有再追问其他两名 绿灵族强者的下场如何 直接手中灵光一闪 就将小瓶收进了储物灼中 外面 魔灵巨舟一颤之后 就再次向前积事而去了 这一次 绿灵族中再也没有什么人 敢现身阻挡巨舟的行程 第2392章 震动人族 没有多久 有关绿灵族三大强者 被一人族大成灭杀消息 顿时传扬了开来 与绿灵族相邻一族 亦得知此消息 均都大惊 纷纷派出人手 四下打探此消息真实与否 再过一段时间 整个小灵天 被此时彻底搅动了开来 而这时 莫灵巨舟早已飞出了 绿灵族控制的区域 直奔小灵天另一端的人族 居住地而去 数日后 人族领域 一座激进万丈高的飓风上 一座看似古朴的石殿中 数名人族强者 正围着一张石桌 在交谈着什么 这些人族是三男一女 均都有合体以上修为 在交谈的同时 神色也异常凝重 消息已经确定无误了吗 真是我们人族大成 将那三名绿灵族老家伙 连同古树祖灵 一同灭杀掉的 其中一名皮肤有黑的中年大汉 大声问道 虽然我们探子 无法进入绿海中 但从各族的反应来看 此消息应该多半不会错了 否则现在绿灵族 也不会短短几日 就急忙将所有人手 全撤回到了绿海中 一副准备彻底封灵的模样 另外一名白发苍苍老者 手拧胡须地回道 可是 你我都很清楚 在小灵天 我们人族根本没有 诞生过大成期存在 以前没有 估计以后也不太可能的 对面一名蓝袍美妇 戴眉一皱地说道 这话以前说还可以 现在嘛 你们莫非忘了月仙子吗 以月仙子这般短时间 就从绿虚修炼到 合体大成的惊人资质 说不定还真有希望 打破小灵天无大成的传说 一名面容异常冷丽男子 这般说道 月道友的资质 自然不用说了 短短两千年 成为我们人族中的第一强者 甚至可以对抗绿灵族的 古术祖灵 而不落下风 但若是说 月道友可以在小灵天 灵气不足情形下 进阶大成 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蓝袍美妇听到 月仙子三个字眼 神色微微动了一下 但仍摇摇头回道 只是不太可能 以月仙子的妖孽资质 还是有一丝机会的 冷厉男子不客气地反驳道 月仙子若是能进阶大成 对我等小灵天人族来说 自然是一件庆幸之事 但以月道友现在的情形 起码还要再积累数百年时间 才能尝试冲击此瓶颈的 对了 月仙子现在正修炼一种 十分重要的秘书 不知可能参加这次的聚会 白发老者则平静地说道 铁道友放心 虽然月仙子现在无法出关 但我已经将相关情报 直接送到了齐闭关处 相信齐应该也会很快 有消息传对我等的 先前一直没有开口的 一名枯瘦男子 忽然淡淡说道 很好 这等大事 没有月仙子参加商讨的话 老夫可有些不太安心的 现在大家说说 这位出现的人族大成 是从何处冒出来的 白发老者满意地点点头 又问道 还能从何处 十有八九十外界闯进来的 大成修士了 蓝袍美副带眉一条的延道 这个可能性的确是最大的了 但这人既然是人族大成 肯定也是来自灵界了 而且有办法闯进小灵天 肯定也有能力通过来时的通道 离开此界的 这对我等来说 可是去灵界的一个 千载难逢良机 皮肤有黑大汉 赞同地说道 只有在灵界我等 才能有一丝进阶大成的可能 先前诸族虽然也曾经发现过 离开此界的出口 但可惜 没有人能抵挡通道的恐怖界面之力 只能忘心探而已 这位人族大成 要真是从外界自行闯进来的 的确是我等小灵天人族的大纪元来了 冷厉男子想了想后 也目中闪过一丝火热地说道 不过 我等对灵界知道的事情并不太多 这位大成是不是真的来自灵界 是否真是人族修饰 也是未定事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此人应该会来此界人族居住之地看一看 所以 一些预防准备 也不得不做的 万一这人并不念同族之意 而另起什么歹意的话 我等也不能丝毫防备没有 白发老者又十分老成的言道 白翁此言有理 不过那人能将绿灵族继父的三大古术祖灵 全都一起斩杀掉 神通之大可想而知了 到时 月仙子也必须出面才有对抗的可能 毕竟月道友是我等中 唯一实力接近真正大成的存在 冷厉男子目中寒光一闪地说道 月仙子马上出关的事情 恐怕不太容易 毕竟月道友正处 哭受男子眉头一皱地 想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 忽然大殿外清鸣声一响 一道荧光激射而来 几个闪动后 就到了众人上空 一个盘旋后 化为一口银色小剑的 往众人石桌前一去 在银色小剑上 赫然横插着一枚蛋白色玉剑 众人见此情形 不禁神色各异起来 白发老者略意沉吟后 就一抬手 将玉剑从银色小剑上一下而下 小剑一颤之后 就在化为一道荧光的破空离开 一个闪动后 就在殿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他人目光刷的一下 全落在了白发老者手中之物上了 老者则将玉剑往额头上一贴 就威逼双目地 将神念往其中一探而去 片刻功夫后 老者神色一动 面露一丝喜色地睁开了双目 果然是月仙子的飞剑传书 月道友已经许诺 等那名大臣一进入人族居住区域 会和我等去见一见此人的 如此太好了 有月道友一同出马的话 我等就安心多了 枯寿男子闻言露出大喜之色地说道 其他人也同样神色为之一松 接着众人在商议了一番后 就纷纷离开石殿 开始做一些准备起来 另外一处隐秘山谷内 一座被层层寒冰封住出口的密室中 一轮皎洁如月的银轮上 一名身材苗条的白衣少女 盘坐骑上的静静参悟着什么 少女身形仿佛雕像般地动也不动一下 但隐约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绝世风姿 微微低垂玉枝般脸庞 则被一种淡淡荧光笼罩 让人无法看清真正容颜 大半个月后 人族居住区域边界处 一道连绵山脉上空 轰鸣声一响 一艘小山般黑色巨舟 从高空中一掠而过 几个闪动后 就朝人族居住区域深处 积涉而去了 下方山脉中一些中低阶修士 见到此情形 不禁目瞪口呆起来 常年深处小林天中的这些人族 又何曾见过 这般巨大飞行法器 不过一些有心人 在一发现黑色巨舟的瞬间 立刻通过一些特殊法器 将此消息 直接向后方传送了出去 故而魔灵圣州 虽然极其惹眼 但在人族区域高空 一路及时之下 却没有任何人 上前阻挡或盘问什么 两日后 黑色巨舟 在飞越一片宽阔的湖泊后 在树座清脆异常的小山间 停了下来 韩前辈 那里就是家母的洞府所在 此地除了我和母亲外 还有其他几位书白姐妹 居住在其他山峰之中 一个充满无比喜意的少女声音 从高空巨舟中传了出来 接着荧光一闪 朱果兴奋之极地 从巨舟上一冲而下 并直扑其中一座小山而去 看来这丫头是真的想家了 否则不会情急到 连招呼不打一声 就直接出去了 一个倾笑的男子 声音也在巨舟上响起 韩师 我以前从未离家过如此之久 这一次终于能够返回的见亲人 自然有些真情流露了 另外一个恭敬之极声音也传了出来 话音刚落 空中淡淡清光一闪 韩丽带着花石老祖出现在了巨舟前方 并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几座小山 这时 朱果尔一个闪动后 直接没入山腰处一面石壁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微微一笑后 就此在高空中静静地等候起来 此刻的他 自然能感应到 其他几座山头上 有人正在用某些法器 悄悄观察着自己和身后巨舟 这时心怀忌惮之下 并未敢直接现身出来而已 足足一顿饭功夫后 朱果尔消失的那处石壁上 漠然光霞一闪 从中走出了一名 穿着素雅的少妇 此少妇一看容颜 和朱果尔有六七分相似的样子 而其旁边紧抓的一名 两眼微红的少女 则正是先前进去的朱果尔本人 晚辈时仙云拜见前辈 听果尔说 这次多亏前辈相救 才能在外保住性命 晚辈实在感激不尽 少妇抬手往空中的韩丽 和花式老祖身上一扫而过后 当即带着朱果尔 摇摇一拜而下 你就是朱果尔母亲 修为果然不弱 起来吧 我这次来 除了送朱果回家外 另外 还有些事情相问一二的 韩丽在高空中 一扫少妇的炼须修为后 神色微微一动后 从容开口说道 是 前辈先请到洞府一叙 陆居虽然没有什么零茶零酒 但还有几种外界不常见的零果 希望前辈能够品尝一二的 少妇起身后 恭恭敬敬地言道 哦 既然你有此心 那韩某也不客气了 花石 你先留在外面吧 韩丽点了点头 又冲旁边花式老祖一声吩咐 第2393章 相见 上 花式老祖公身答应一声后 就立刻化为一道顿光地 飞回了巨州 韩丽则脚步虚空一踩 直见一个模糊地 在高空中消失不见 下一刻 石线云旁边波动一起 韩丽身形就无声地出现在了近前处 前辈 请 少妇神色一惊 但马上恭敬地 在前面领路起来 转眼间 石壁上霞光一闪 三人 就再次没入其中不见了 与此同时 相邻山头的山腹中 数名人族修士 聚集在一间大厅中 正通过一面光蒙蒙法镜 全神贯注地 看着外间发生的这一切 真是滚这丫头 她竟然从那黑色非洲上下来的 这么说 另一人就是那名传闻中的大成存在了 一名如生打扮的中年人 将目光从法境上一收而回后 轻呼一口气地说道 果儿妹妹已经失踪许久 想不到这次回来 竟会和那名大成扯上了关系 我等现在要怎么办 要不要去通知族中的那几位前辈 旁边一名看起来年纪不大的青年 则迟疑一下地问道 哼 此周来是这般大动静 你以为我们不发消息 那几位前辈 就不知道此事了吗 算了 这位大成前辈 既然能和果儿扯上关系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们姑且在这里观察一下再说吧 如生脸色阴晴变化了一会儿后 才哼了一声地说道 其他人闻听此言 也都点头地表示赞同 差不多的一幕 在附近其他山头中同样上演着 这时 少傅已经引着寒历 穿过一条青石走廊 来到了一间不知朴素典雅的石厅中 厅中四角各自放着一个形状古朴的石顶 里面各自点燃着一根黑黄色的不知名檀香 等寒历在中间一张木桌旁石以上一座下的时候 少傅在旁边啪的一声 两手一拍 当即大厅片门中白光一闪 一头雪白的池许高松鼠 近前只顶着一只巨大果盘地走了进来 此灵兽双目乌黑灵动 虽然身躯有些摇摇晃晃 只是几个晃动就敏捷地到了桌上 并将头顶果盘异常熟练地放了下来 然后 此兽双目盯着寒历 发出滋滋的悦耳声音 一只毛茸茸大尾巴则在身后左右扫动不停着 雪儿不要使性子了 快歇下去 回去后 我自会给你一粒开元丹的 少傅目睹此景 脸色一沉 口中训斥地说道 呵呵 有些意思 这是一只雪松兽吧 即使在灵界也是很少见到的 看它样子 似乎离灵智完全开启 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既然这样 我就助它一臂之力吧 韩丽见此情形 微微一笑 话音刚落 她袖中手指一弹 一颗拇指大小丹药 化为一股药香的弹射而出 桌上雪松兽一闻此药香 目中闪过激动之色 毫不犹豫地身形一纵而起 一口就将药药吞进了腹中 然后一个翻身地落到了桌下处 结果片刻后 小兽一声低吼 浑身毛发一根根地笔直竖起 同时 雪白皮毛一下染红般地变成了烟红之色 在旧地一滚后 体内顿时传出了爆竹般的闷响声 前辈 这是 少父一惊 不由自主地开口问道 母亲放心 韩前辈对雪儿 不会有恶意的 而是她的机缘到了 一旁的朱果尔 却喜笑颜开地说道 这时 小兽就浑身气息骤然一凝 静一下比先前强胜了几分 在一声低吼后 就颤悠悠地重新站起身来 抬手看了韩丽一眼后 进口吐感激之意的人言来 多谢大人次药 话去口中横骨 否则小兽真药 走到这一步 起码还要千余年时间 嘿嘿 起来吧 这也是你原本灵智大半已开 否则即使有丹药相助 也无法轻易做到此种程度的 韩丽一白手 淡然地说道 这时 少父在脸上亥然之色一闪而过后 同样替这头雪松兽 冲韩丽连连撑泻不已 然后一白手地让小兽下去 雪松兽见此 前之一驱的冲韩丽 在服身行一大礼后 才有些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大厅 前辈来历 我先前已经听过 大概说了一遍 这丫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竟在落入魔戒中后 还能得蒙前辈出手相救 否则妾身和小女 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另外 先前听前辈言 有事情想要询问晚辈一二 但不知是何事情 只要晚辈知道的 必定知无不言的 少父又恭敬问道 我就下果 虽然是机缘巧合事情 但是最初其引起 我注意的缘由 还是来自其自身上的 倒是我曾听果讲 你原先不过是缘因境界 现在却有了炼虚境界的修为 如此快的境界 道友应该在此期间 也什么奇遇吧 韩丽不慌不忙地说道 晚辈原先就已经有缘因 后期修为 在家这些年 的确遭遇了一次不小的机缘 才能在如此短时间 接连境界两大境界 堪堪境界到炼虚层次的 倒是前辈所说的果自身 指的是 少父还有些一头雾水 看来先前时间太短 果未将此事来龙去脉告诉道友 好吧 还是我亲口来说此事吧 韩丽一笑地说道 晚辈洗耳恭听 少父心中一领 肃然回道 果所修的功法 是肃女轮回宫 你可知道此事的 韩丽说了一句 此功法是晚辈亲自传授给她的 又怎会不知的 少父先是一正地看了果一眼 但马上坦然回道 但根据果所讲 你所修炼的主功法 却并非此功法 而是很常见的道家法诀 亲戚诀 我想知道的是 这套轮回宿女工 你从何人手中得到的 韩丽平静地在问道 前辈原来想问此事 这让晚辈可有些为难了 果儿手中的轮回宿女工 的确是晚辈 从另一位前辈手中得到的 但是晚辈曾经发过誓言 在果儿未将此功法 修炼到一定境界 和不经这位前辈同意下 绝不得将其姓名 透露给第三人得知的 少父满脸地迟疑 原来这样 此事好办 我再问你一事 传授此功法 给你的是男士女 这总可以告诉韩某一下了吧 你放心 若是这法觉主人 真是我所想的那人的话 他和我有很近的关系 是有非敌的 我还想亲自见他一见 韩丽微微一笑 从容在说道 传授给在下轮回宿女工之人 的确是一名女子 前辈若真是这位前辈救世的话 晚辈可以破例 给这位前辈传讯询问一声 看看这位前辈 是否愿意相见 毕竟韩前辈是大成修士 外加曾经救下了果 想来这位前辈 应该也不会太怪罪切身 但这位前辈拒绝相见的话 晚辈就无能为力了 少父闻言犹豫了好久后 终于一咬牙地说道 这个自然 你尽管将我事情和姓名 如实相告就行了 无论是何种结果 我都会记下时到 有这份人情的 韩丽面上献出一丝笑意来 不敢 前辈对果大恩 晚辈还不足报以万一的 切身这就发消息 给这位前辈 还请韩前辈稍后一下 少父恭敬地说道 接着从袖中 取出一块玉佩状法器 用手指飞快在上面 写了一些文字后 再砰的一声 五指一下用力地 将玉佩捏成粉碎 顿时点点白光 从粉末中一散地 闪入虚空中 同一时间 那座被冰封出口的 神秘力士中 盘坐银轮上的白衣少女 忽然轻移一声 先先玉手一抬 身前拨动一起 竖行白色光纹 一下诡异地浮下出 少女只看了两眼 身形竟轻轻颤抖起来 一只袖子往身前一抖 这些光纹全都凭空地 消失不见 一根鲜鲜玉纸 则在原先虚空处 飞点指了几下 有树枚白色光纹浮下出 再一闪的 也没入虚空不见了 与此同时 密室外的山谷上空 破空声一响 树道刺目金红镜 匆匆忙忙地 从远处击射而来 另一边 正站在韩丽一旁 静等消息的少父 秀中一阵嗡鸣声响起 当即一抖 从中另取出一块玉佩来 此玉佩上 数个淡淡文字 正在徐徐地流转不定着 少父仔细一看下 顿时大喜之急地冲韩丽说道 韩前辈 那位前辈答应 明天一早就过来相见了 韩丽一听这话 面上一丝不易察觉地兴奋闪过 冲少父谢了一声后 就开始向其打听一下 小灵天一些情况来 虽然小灵天有些事情 他早就从诸果尔口中得知了一些 但现在从少父这里知道 自然更加清楚和具体一些 等到接近半个时辰的交谈结束后 韩丽起身谢绝了少父的挽留之言 飘然地离开了大厅 重新飞回到了山头上空的莫林圣州内 此巨州静静地悬浮在数座山头之间 始终不动着 这时 这附近几座山头外 已经陆续有一些人族高阶修士跟随而来 但全都不敢贸然接触韩丽 纷纷小心地停留在极远处 只是悄悄地观察着巨州上一切动静 但有一些机灵之辈 一见韩丽从少父洞府中离开后 立刻或派门下弟子走一趟 或亲自登门拜访 想从这边得到一些和韩丽相关的信息 第2394章 相见 下 林飞先面对这些同族高阶修士 倒也不敢怠慢 外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的 就将韩丽来历坦然讲了出来 如此一来 一夜之间 附近人族修士全都知道了 韩丽的确是从临界而来的人族大成 顿时一个个兴奋之极 纷纷改变主意的想登州亲自拜访韩丽一番 但是这些人族修士 一接近巨州离许之内 立刻就被巨州上放出的一层无形禁止 硬生生挡住了 在不敢硬闯之下 只能无奈地又离开巨州附近 第二一早 远处天边灵光一闪 树道刺目长虹 发出痴痴声的击射而来 正在巨州船舱中盘坐的韩丽 心念一动 单手一掐绝 将盛州放出的无形禁止 一收而回 接着大步一迈地离开了船舱 走向了船首处 只见那几道惊鸿 转瞬间就到了巨州上方 顿光一脸后 现出了数名人族男女修士来 这些修士在距离巨州百余帐外高空中 全都悬浮地停了下来 只有一名仿佛天上仙子的白衣少女 不待丝毫烟火笑容地 从众人中一飘而下 直奔韩丽徐徐飞来 韩丽目光一宁 一下盯住着白衣女修脸孔 一时间 眼中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了 几个闪动间 白衣少女就出现在了 韩丽静在咫尺的面前 美目金光一闪后 谈口轻奇地说道 夫君 你终于找到这里了 我从不怀疑有这一天 只是如此长的等待 只是这份相思之苦 实在太难挨了一些 玩儿 韩丽口中吐出这两个字眼后 没有再多说其他的话语 只是伸出一只手掌 用手指从眼前绝美少女丝绸般光滑脸庞上 轻轻一划而过 仿佛抚摸某种绝世珍宝 这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白衣少女自然是韩丽苦寻多年 终于在今日 才得一见的双修伴侣南宫婉 也是在小灵天人族中 享有莫大声望的那位月仙子 远处所有人族修士 见到这般情形 大都一阵地骚动 要知道 以南宫婉现在人族第一强者的身份 外加无人能及的绝世风姿 早不知 让多少年轻男修 将其视若梦中女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她竟然和一名外来男修 表现得这般亲密 实在让不少人都目瞪口呆 外加极恨交加起来 只有跟着南宫婉 一起来到巨州上空的那几名人族强者 并未流露出吃惊之色 但也神色各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下一刻 白衣少女身形一动 整个人就仿若无误地 扑进了韩丽怀中 半日后 圣州一间布置典雅卧室中 一张洁白如玉的石床上 白衣少女脸带一丝 动人红韵的威衣在韩丽怀中 滴滴讲述着自己 这些年经历的一切事情 原来南宫婉在韩丽 进入空间隧道之后 经过多年苦修 终于也碰到了修炼瓶颈 修为一直无法再有寸境 无奈之下 她只有不韩丽后尘地 也进入某空间节点中 准备偷渡到灵界来 徐徐说到这里的时候 南宫婉轻叹了一口气 怎么 莫非婉儿你也遭遇到了空间风暴 韩丽轻嗅着怀中育人的体香之息 温身问道 我在途中并非遇到了空间风暴 而是碰到了 有大能存在在空间节点中争斗 被此争斗波及之下 才在空间之力紊乱下 掉入小灵天中的 南宫婉脸上突然浮现一丝奇怪表情 半晌后才朱唇微咬地说道 争斗 什么人敢在空间节点中 做此种事情 是大成存在吗 韩丽心中一惊地问道 不是 是你当年曾经见过的真灵罗侯和另一头上古真灵百头虫 我见到时 这两个存在都已经斗得两败俱伤 但云落前的互相最后一击下 还是将节点通道机的魄力而开 我和二者尸体全都跌落进了小灵天中 矫天之幸 妾身既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反而因此得到了一次天大的机缘 南宫婉轻生地回道 竟是罗侯这家伙 你说的机缘 莫非指的就是 这两头真灵的尸身 韩丽大感意外 但马上露出若有所思表情 不错 无论罗侯还是百头虫 即使在真灵中也是排名不低的存在 其他不说 但是二者金河蕴含的庞大晶圆 对一名修炼者来说 价值之大可想而知 也就凭此逆天机缘 妾身才能在小灵天这种灵气 远不及灵界地方 再短短不到两千时间 就修炼到眼前境界 倒是傅君你 虽然身在灵界中 但在同样时间内 竟已经进阶大成境界 这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妾身可是越修炼到后面 才越能感应到 进阶大成之艰难 即使我有真灵金河在手 还是对突破大成瓶颈 没有多少握的 南宫碗禽手一转地看向韩丽 脸上不加掩饰地 露出中那一丝亚然之意 我进阶大成 也是准备了诸多手段后 才能侥幸成功的 当年我以化神境界 从空间节点出来后 也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先在空间风暴中 身负重伤 甚至法力一度全失 韩丽也许许讲述自己 这些年经历的一些事情 当然 其中一些不好明年的事情 自然用含糊言语 一语带过了 不过纵然如此 当南宫碗听到 韩丽在明河之地遇到元瑶 以及后面又在魔界 遭遇到了子灵的时候 绝世容颜上 不禁献出一丝 似笑非笑的神色 想不到 元瑶和子灵 你这两位红颜之己 也各有一番机缘造化 你说会不会有一日 当夫君真飞生仙界的时候 他二人也会不弃不舍地 一直尾随跟下去的 我儿说笑了 我再碰到他二人 也是机缘巧合下的事情 至于飞生仙界 又是何等千难万难的事情 连我现在都无丝毫把握的 对了 你怎会将轮回宿女工 传授给果儿的 其母这些年 忽然间修为大尽 也是你暗中相助的结果吧 韩丽苦笑一声后 又问起了诸果儿的事情来 子灵和元瑶的事情 她这位夫人 自然最清楚不过了 现在忽然说出这番话来 自然不会 真因为大吃飞醋 其中大半倒是调笑意思居多了 果儿是我当年在小灵天修为出城后 发现的一名资质 非常适合修炼轮回宿女工的弟子 只是当时我因为身怀真灵精 和这等重大隐秘 倒是不好明着 将其收为门下 果儿通过其母 悄悄将功法传授给这丫头的 这丫头倒也不负我重托 短短时间内 就将轮回宿女工 修炼到了小城境界 却没想到 会因意外流落到了魔界中 至于其母 则是我后来无奈下 在收下的几名弟子 他虽然不适合修炼素女人回宫 但是在修炼资质上 却的确非同不凡的 我则因为再过个数百年 就尝试突破大城瓶颈 需要一位清静之人护法 故儿才用真灵之精 在短时间内 将其修为大大提升到练须境界的 若是没有意外的话 原本打算在剩余时间内 将其一路提升到合体初期境界 我才会罢休的 南宫晚丝毫没有隐瞒地说着这一切 原来如此 不过现在我来了 你就不用考虑这般多事情了 有我护法的话 任谁也休想打扰你渡劫之事 而且回到灵界的话 我还有些手段可以让你读大城之劫 多上几成把握的 韩丽倾吐一口气后 用一丝爱怜口气的冲怀中家人说道 什么 夫君还有这种逆天手段 南宫晚一下坐着身子 有些哑然起来 嘿嘿 你以为你夫君真只是一名普通大成存在吗 不是我夸口 就是一名上古真灵和我争斗 谁胜谁负 还是两说的事情 韩丽微微一笑后 丝毫不在意的言道 夫君竟有此自信 婉儿要不是深知 你不是夸大之人 恐怕也很难相信此话的 对了 你说 带我返回灵界 莫非直通两界的那通道 还没有消失 不会已经暴露 被其他几族发现其位置了吧 南宫晚不在掩饰心中的震惊之色 但又想起了一时来 急忙问道 我既然借用通道之力 进入小灵天 那通道自然不是短时间会溃散消失的 而且 那通道被我用法阵遮蔽住了 一般阵法宗师无法察觉其准确位置的 怎么 婉儿你 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韩丽是何等人 自然一下从南宫晚话语中 听出了一些什么来 反问道 我在小灵天这般多年 也有一些交情不错的道友 他们修为 也都已经修炼到了瓶颈 若是再想更进一步 只有返回灵界 才有此希望的 另外 小灵天中也着实有一些资质出色的人族晚辈 若是能返回灵界的话 夫君不妨将这些人 尽力一同带走吧 南宫晚缓缓说道 带这些人一同回到灵界 自然绝无问题的 但是这些人 都是小灵天人族的依仗力量 一旦他们全都不在 剩下的人族 要如何面对其他一族的欺压了 我进来的通道 可并不算多稳定 绝无法将整个人族全都带出去的 韩丽想了一想后 眉头一皱地说道 此事我怎会不知的 不过眼见有返回灵界的希望 这些人恐怕也绝不愿意放弃 这唯一离开小灵天的机会 南宫晚轻叹一声 这样吧 让他们派庶民代表 三天后再来这里见我 此事交给夫君 我处理就是了 韩丽单手摸了摸下巴 忽然一笑地说道 第2395章 威震诸族 三日后 黑色巨州大厅中 韩丽坐在主位上 召见了那三男一女 四名人族的合体修士 南宫晚载神色温晚地 在旁边坐陪着 参见韩前辈 这四人一进入大厅 当即冲韩丽 功身一礼 起来吧 有关我的来历和我关系 想来你们也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你们前来拜访我的主要目的 我同样也了解一二了 韩丽一白手 淡淡说道 我等四人自问资质 不须于任何人 只是限于小灵天限制 才一直无法更进一步 若是前辈肯带我等返回灵界 晚辈等人对此恩绝对铭记在心 永生不忘 四人中的白发老翁 略移低手 代表其他人的恭敬年道 晚而这些年 也承蒙几位道友的照顾 诸位想要 跟我返回灵界的话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但是在这之前 诸位是不是必须先 安排好小灵天的一切才对 韩某可不希望出现 我们这边方一离开 剩余人族 立刻被其他一族奴役的事情 韩丽缓缓地说道 白发老翁等人闻言 心中一领 其中的蓝袍美赴心念一转后 当即恭敬的上前一步说道 我等一切恭听韩前辈吩咐 绝无二话的 其他三人也均都点头秤势 既然这样 那我就阅祖代袍一回了 你们回去后 先选拔后辈中最出色的百余人 我会带着这些人和 你们一同返回灵族 同时宣布 我会不定期地 派人再次返回小灵天 会带走下一批 资质最出众的人族子弟 这些事情 就交给你们来办理了 韩丽不客气地吩咐道 前辈放心 我等会将此事办得妥当 绝不让前辈多费丝毫的心思 白头老翁急忙答应道 很好 另外在动身返回灵族前 我会去小灵天其他区域跑一趟 给其他一族一点教训 让他们不敢轻易侵犯人族 同时 我还会留下几样重宝给族中 让族中即使没有合体强者 也足以应对其他一族的侵扰 有这些后手的话 此界人族 即使强者不在 也不用担忧受 一族奴役的事情发生了 韩丽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 眼前的一干人族强者 听完这些话 自然又惊又喜 纷纷攻身乘势 有了这般一番后手准备 小灵天人族 的确可以说是后骨无忧了 于是 这几名人族修士 在向韩丽请示了几个 有关撤离小灵天的具体事宜后 就识去地告辞离去了 从始至终 南宫碗都 只是坐在一旁微笑不语 不过等这几人一离 他却冲韩丽奄然一笑 夫君 等他们挑选出合适的后辈 恐怕还要耗费不短的时间 在此期间 不如我陪你去其他一族走上一趟吧 我虽然常年闭关 但对小灵天之熟悉 还是你不能比的 既然我儿如此说了 自然没有问题的 我原本也有此意的 韩丽倾笑一声地回道 两日后 韩丽让花石老祖带着一批傀儡 离开了莫陵圣州 四下搜集一些小灵天特有的材料 就带着南宫碗同样飞离了巨州 而诸果在被南宫碗正式收为弟子后 在巨州留守起来 半个月后 树座遍布各种黑色原石的火山之间 一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 近似透明的诡异生物 正在低空中疯狂闪烁地瞬移逃顿着 高空中轰隆隆声一响 一只几乎遮蔽大半个天空的金色巨手 凭空浮现 只是往下一落 阵阵范音声从中一飘而出 同时一股庞然距离一压而下 下方半透明的诡异生物 顿时大惊地身形一闪 一下冲出数百丈之远 顿速几乎比先前快了背墟以上 但是空中金色巨手 看似落下徐缓 但是五指只是一分 就一个模糊地出现了半透明生灵头顶处 半透明生灵纵然有数间一保护身 外加体质特殊 但在金色巨手攻击下 根本无济于事 仿佛苍蝇般地被一拍而灭 砰的一声 金色巨手随之一闪而灭 高空中这才一个波动 一男一女两道人影并肩浮下而出 正是韩丽和南宫瓦二人 此刻的南宫瓦看了下方那半透明生灵 脸上难掩一丝震惊 这可是风铃族中的最强者 几乎半步已经踏入了大城之门 竟然连你一击都无法接下 看来夫君当真不是一般大城 妾身算是完全相信夫君先前的话语了 怎么 万而先前对为夫之言原本并不深信的 韩丽文言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 我怎知道夫君口中所言不是一般大城 竟会厉害到这般程度 以夫君你的修为 在大城中也是最顶尖的存在了吧 南宫瓦轻哼了一声后 又有些好奇地再问一句 嘿嘿 此事等你回到灵界 自然就知道了 好 我们走吧 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那巨狼族第一强者刚进了 韩丽打了个哈哈 带有一丝调笑之意地说道 南宫瓦文言 白了韩丽一眼 自然不会再说什么反对话语 于是韩丽大秀一甩 当即一片金霞一卷而起后 二人就化为一团金光的破空飞走了 一个月后 数以万计的青灰色螳螂般巨虫 潮水般地往一个灰蒙蒙光照处狂冲不已 在灰色光照中 一座百鱼杖黑色小山高高地悬浮在虚空中 顶部则并肩站立着韩丽和南宫瓦二人 而在众多争獰巨虫的最后处 一只体型几乎是其他巨虫四五倍 投生一张人脸的怪虫 正神色凝重地望向光照中 韩丽南宫瓦二人 怪虫体表 有一枚枚诡异黑纹闪动不已 其他巨虫在其影响下 也被一层淡淡血光笼罩旗下 能同时控制如此多铜族 并且还能刺激他们的实力短时间剧增 倒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神通了 不过这种崇海手段 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 光照中响起了韩丽淡淡的声音 接着雷鸣声一响 一团房屋般大小金色雷球 漠然从中浮下出 再迎风一掌 就一声惊天动地地爆裂而开 刹那间 无数细长金丝从爆裂处弹射而出 交织一宁后 当即一张弥天金网从天而降 几乎江夏方虫群全都一网打尽 只听里面金网中霹雳声一响 所有巨虫全都瞬间在电光中 化为了灰烬 不过那头人面虫却一声低丝 张口喷出一团墨绿色叶团 竟将头顶处雷网撕裂开一个不小大洞 并一个闪动地从中洞窗而出 刹的一声 此虫背后一对青色蝉翅一线而出 狠狠一扇 就要施展独门秘术的陶之夭夭 就在这时 远处光照中韩丽手臂似乎动了一动 人面虫附近虚空当即波动一起 一道青蒙蒙剑光弹射而出 一闪之下 就以不可思议速度将巨虫从中间一展两半 接着此剑光再一个盘旋 又化为一片青色剑墓的将巨虫两节身躯 全一卷其中 当青色剑光在一散而开的时候 这头人面虫连同其原神 早已化为一团血雾的不复存在了 一个半月后 小灵天异族人数最多的月牙异族境地中 此族三大长老率领十余万族人 借助地形之力摆下大阵迎战韩丽和南宫瓦二人 结果不到一盏茶功夫 就被韩丽以一己之力斩杀数千月牙族之人 将大阵尽数破去 此族三大长老肉身 更是一个照面的被韩丽隔空几拳击的尽数暴力而开 两个月后 一座遍布毒气弥烂植物的沼泽深处 号称小灵天最神秘一族的叶棉族大长老 主动向韩丽表示臣服之意 并发下毒是在有生之年 其族绝不会踏出沼泽一步 短短数个月的时间内 韩丽和南宫瓦就真踏遍了小灵天所有异族区域一遍 将这些异族中强者斩杀的斩杀 降伏的降伏 短短时间之内 就让所有异族战战兢兢 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这些消息传回人族后 自然一片欢腾 如今 对韩丽这位外界来的人族大成 人族几乎人人如雷贯耳 连三岁孩童都能知晓一二 这时 人族中的选拔 在经过一番激烈争夺后 也终于选出了百余名 资质最出色的后辈 三个月后 当黑色巨州再次降临绿海之中的时候 莫临盛州上不但在着韩丽南宫丸等人 还有庶民合体修士 以及一干人族后辈 至于绿海中的绿林一族 早已下得远远隐匿躲开 根本不敢接近巨州万里之内的范围 在轰鸣声中 黑色巨州终于在一棵参天大树上空停了下来 韩丽站在巨州前端往下方淡淡一扫后 单手一掐绝 再往下方虚空一点 当即巨树处波动一起 淡淡光辖一卷后 所有景色一变 巨树骤然消失不见 而在原处现出一团徐徐转动的七色光晕 走吧 下一次再来这里 可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韩丽自语般的喃喃一声后 单足轻轻一踩 黑色巨州顿时破空声一响 向下方光晕畜积射而起 并在途中飞快缩小 最终一闪即逝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2396章 血天之变 灵界某片海面上空 两群类似巨精的不知名低阶海兽 正在什么原因的撕咬在一起 一节节残缺兽尸 不时从海水中漂浮而起 一股股冒出血水 更是将附近海面彻底染成了鲜红之色 忽然一股恐怖之急气息 从海底深处溢冲而出 两群海兽被此气息溢冲之下 当即纷纷大惊 毫不犹豫地停止了争斗 马上往不同方向抱头鼠窜而逃 转眼间 海面除了那些残肢和淡淡血腥之气外 竟恢复了往昔的平静 就在这时 此去海水滚滚地往两侧一分 从中一下飞出一座黑油油的巨州 前后足有千丈之长 仿佛一头猙獰的黑色巨兽 在巨州前后两端 挤满了众多人族修士 大都看起来年纪轻轻 但一个个兴奋至极 对海面上一切不时地指指点点什么 有些年轻修士 甚至还双目微闭 似乎在原处默默感应着什么 此巨州自然是刚从小灵天返回灵界的莫灵圣州 在此州刚回到海底的一瞬间 那条七色光晕 锁化通道终于无法支撑地崩溃开来 下一次韩丽若还想去小灵天 就不知道要相隔多久 并要重新找上古祭坛推算一番 才有那么一丝可能了 此刻 韩丽和南宫碗也并肩站在船首最前端 四周人群则敬畏地远远隔出一大片空间来 不敢靠近分毫 这就是真正灵界 灵气之精纯果然不是小灵天可比的 也只有在此种地方 我等修炼者才有可能再更进一步 并最终达到飞升仙界的境界 南宫碗清晰一口略有些贤味的海风后 有些难难地说道 灵界的确比小灵天要强上一些 但是修炼到大成期的存在 也并不太多的 像我等人族这样的弱族 一般情形下 能同时拥有一两大成 就足以在灵界立足了 不过一些超级大族的话 大成期存在甚至可达两位数以上 当然 即使同为大成也有强弱之分的 一些真正的大成中强者 可以与真灵争斗而不落下风 以一己之力灭杀庶民同皆存在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韩丽微然一笑地说道 在小灵天期间 他自然将灵界和人族大概情形 都向其他人讲述过一遍了 故而 这些从小灵天归来之人 倒也不是在对灵界一无所知了 看来夫君如此自信的样子 肯定也是这所谓的强者之一了 妾身倒是没有想到 人族在灵界中的情形 竟然如此不乐观 现在有了夫君的话 情形应该会好转一些吧 南宫婉叹息一声地说道 我自问单打独斗下 绝不叙于任何大成中强者 但是毕竟进阶大成时日上段 真要振兴人族 还要从长计议的 韩丽神色一正地说道 这个自然 妾身相信以夫君实力 总有一日能做到此事的 南宫婉凝望着韩丽 脸上闪过一丝柔情之意说道 希望如此吧 韩丽目光一闪地说道 下面要如何返回枫园大陆 直接跨海而去吗 南宫婉在眺望了一下 远处海面后 又问了一句 这个倒不用 我和附近血天大陆的 赫连伤盟主侍之人认识 通过他控制的传送阵 应该可以安排我们 直接返回枫园的 韩丽不加思索地说道 这样最好 妾身也真想早一日 见到我们人族在灵界的居住之地 南宫婉奄然一笑起来 韩丽微微一笑 不再多说什么 身下巨州 却已经调准好了方向 一声轰鸣地 向血天大陆方向积涉而去 数个月后 墨林圣州就已经出现在了 血天大陆的某个巨型港口城市上方 并大模大样地悬浮在一座 三角形建筑的正上方 一动不动着 韩丽带着南宫婉正身处 此建筑腹中的大厅内 一名兢兢战战的中年男子 满头大汗的 在给二人说着什么事情 什么 贵盟现在已经收缩了大半实力 并且碧影道友 也已经陨落而亡了 你确定不是在故意戏弄我 我离开大陆才如此短时间 怎会有此种事情发生的 韩丽脸色阴沉异常 盯着眼前男子冰冷问道 韩前辈持有本盟的贵宾令 晚辈怎敢对前辈有何虚言 况且这些事情 现在血天几乎人人皆知 前辈不信的话 出去稍一打听 就可知道晚辈之言不假了 中年男子一边苦笑 一边连连躬身说道 那位凶魔既然这般厉害 以一己之力 就斩杀了这般多大城中强者 无论他动用了何种逆天手段 这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贵盟一向消息灵通 可探查清楚此魔的来历了 韩丽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后 才在问道 这个晚辈不好说了 也许总盟那边有确切的消息 但小的只是一处分盟的负责之人 对此实在知道的不多 中年男的迟疑了一下 才如此回到 知道的不多 那还是知道一些了 道友无须有何顾忌 直接将知道的说出来就是了 难道以我夫君身份 还不能知道这些信息吗 南宫婉在旁边倾笑一声地说道 有关这位绝世凶魔的事情 韩丽自然早向他讲述过一二的 此女出闻灵界 竟然有这等拿血迹 不当一回事的凶魔时 自然当时也是吓了一大跳 婉辈怎敢如此去想 韩前辈想知道的话 婉辈绝对如实相告的 中年男子心中一灵 急忙解释地说道 韩丽闻言 这才神色一环地点下头 旁边南宫婉也神色一宁 准备细听起来 这绝世凶魔的出现十分蹊跷 好像是凭空在血天冒出来的 并且从其展露的一些功法神通上看 已经肯定 此绝对不是本大陆 甚至本界之人 故而 现在外界流传 其要么是其他强大界面的跨界强者 要么是上位界面的降临之人 而根据晚辈得来的消息 十有八九应该是后者 中年男子下意识地压低声音地讲道 说到最后一句话 甚至眼角不由自主地跳动一下 降临之人 你说 这凶魔是仙界下来的仙人 你怎么如此肯定的 纵然是韩丽 闻听此话语 也不禁有一丝骇然涌上心头 南宫婉更是欲容一变 据说 曾经有人在远处偷窥道 这位凶魔在施展某种大神通时 似乎触怒了界面之力 让法则之恋浮现出 并立刻贯穿其骨肉全身 将其大半法力禁锢起来 要不是真仙界的仙人 怎可能会有此等事情发生的 而已知的其他一些强大界面 也许的确可以诞生一些 非同一般的大能存在 但要说像凶魔这般 直接将碧影大人等 如此多强者一网打尽的超级强者 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等事情 就是一些传闻中的天凤真龙等上古真灵 应该也无法做到的 中年男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竟真一言说中了凶魔的真正来历 若是法则之恋 事情是真的话 你的判断的确有几分道理 不过 我还是有些无法相信 有真仙出现零件 此事我自会跑一趟贵蒙总坛 仔细和识一二的 对了 碧影倒又不在了 现在贵蒙是何人做主 而且 这凶魔如今在何处了 还在一直血迹各处生灵吗 韩丽倾吐一口气地说道 碧影大人陨落后 本门暂时由庶民长老共同执掌 直到再次选出下一任总执事 才会将权力移交 至于那凶魔 前后已经血迹了 血天大陆西部十余处地方 几乎将整个西部生灵 全都一扫而空 不过大概两月前 这位凶魔却突然冲入血痕宗内 一口气屠杀了 此宗两名大成老祖 和数千高中阶弟子 然后激发此宗禁地的跨大陆法阵 直接传送走掉了 中年男子老实地回道 跨大陆法阵 他去了其他大陆 你可知道 他去的是何大陆 韩丽终于一惊起来 南宫丸也一下想起了什么 脸上同样显露出了担心之色来 根据事后调查 那凶魔去的 好像是雷鸣大陆 中年男子想了一想后 回道 韩丽听了后 神色微微一缓 但眉宇间的那丝宁众人未散去 继续向中年男子 在询问了相关的一些事情后 才在对方恭送中 带着南宫丸离开了大厅 并马上飞离了此建筑 直奔高空中的黑色巨舟 一飘而去 雷鸣大陆一片一望无际的 翠绿湖泊上空 一道金丝在以不可思议的 顿速击舍而行着 一个闪动间 就在破空声中 到了数千丈外的地方 并且还在丝毫停顿没有的 继续提速地前行着 眼见前方一个 树木稀疏的岛屿出现之时 忽然金丝一拐弯 向下击舍而去 砰的一声 当岛屿上唯一的黄色土山顶处 凭空多出一个大坑来 里面赫然献出 一名半贵的白衣青年 和一名银袍女子来 休息两个时辰 然后再继续赶路 白衣青年张口喷出一团筋械后 才微微颤颤在坑中站直身子 并咬牙切齿般地说道 两个时辰够吗 你现在元气 已经亏损极为严重了 即使有办法弥补一些 但这般频繁施展秘书的话 恐怕也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银袍女子却沉默了片刻后 说道 哼 那你有何办法 那家伙不知吃了什么药 竟然突然 不再去进行血迹 烦死死追着我们不放起来 先前在血痕中的时候 要不是对方突然紧追而至 我等又何至于 连那传送法阵都未曾来及调整 就匆匆错误传送到了雷鸣大陆来 白衣青年哼了一声地回道 第2397章 霍水东移 这两人正是被那真仙马良 一路追杀到其他大陆的六翼和冰凤 这还用说 多半是在血添大陆上 和那些血道宗门联手埋伏之事 真让其大怒了 不过现在说 这些也没用啊 你可还有办法 能摆脱掉背后的煞星 这一次 他多半不用两个时辰就可追来的 冰凤没有好气地回道 若还有其他办法 我还会让自己 落个真缘大损 嘿嘿 看来这一次 你我真要做一次同名鸳鸯了 六翼淡淡说道 呗 谁和你做什么同名鸳鸯 你且盘膝做好 我来用秘术 助你一臂之力 冰凤青翠了一声后 心中一横地说道 凭你这点实力 能帮什么 六翼文言微微一正 我虽然修为远不及你 但是本体毕竟是五彩天凤嫡系后裔 拥有的一些天赋秘术之玄妙 又怎是 你能轻易想象的 冰凤有一丝傲然地说道 既然你如此说了 那我且活马当作死马医了 六翼神色一动 深吸一口气说道 随之就见他果真在大坑中 立刻盘膝坐下 并毫不犹豫地闭上了双目 而冰凤则轻叹了一口气 身形一个晃动 直接出现在了六翼背后处 同样的盘膝坐下 并一张口 喷出一团白萌萌寒气 里面晶莹闪动 隐约一颗拇指 大五彩圆珠 正徐徐转动不停 此女一声低贺 单手一掐绝 背后晶莹霞光一卷 一头巨大冰凤虚影 浮现出 此冰凤虚影仰手 发出一声清明之音 双翅一抖后 突然从体内涌出 无数晶莹光丝 全一闪即逝地 没入眼前圆珠之中 刹那间 圆珠翁鸣声大响 表面一层层浓郁之极的 真元之气汇聚一起 并转眼间 一阵模糊晃动 化为了近似液体的 粘稠状态 这时 冰凤才一咬牙 一根手指 冲圆珠轻轻一点 嗖的一声 圆珠一颤之后 一下化为 无形之物般的一闪 抹入六翼后背中 接着冰凤口中念念有词 双手食指车轮般地 不停掐绝起来 一层晶莹光运 从其身躯表面散发而出 同时脸庞 竟开始渐渐白皙透明起来 让此女远远 看起来无比的妖异 同一时间 六翼只觉背后 一个活物般的圆点处 正有无数旅其寒之力 向各处经脉滚滚涌出 借着化为 无数真元之力的 汇聚到丹田中 原本端坐丹田中 显得十分唯米的 一个精英小人 一接触这些真元之力 顿时精神一震 手舞足蹈的欢喜 无比起来 这是本元之力 你竟然能将自己的本元 直接灌注给我 六翼再也无法忍住地 一下睁开了双目 又惊又喜地说道 幸亏你和我一样 都是奇寒之体 并且修炼本元神通 也有几分近似 否则 就算我愿意贡献 自己的本元之力 也根本无法做到的 冰凤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有你的本元灌注 我自然可以短短时间内 就再转化成真元之力的 能再次施展秘术逃脱 但是 你修为毕竟不高 恐怕如此做法 也无法帮上几次的 我们必须 再另想脱身之策才行 六翼目中 寒光一闪 略有所思的严道 怎么 你又有什么主意了 冰凤文言 神色移动 我原先就有一个 祸水冬移的计策 只是先前被那疯子 追得太紧 根本没有实施的时间 现在由你本元灌注 帮我争取时间的话 倒有施展的可能啊 六翼丝毫没有隐瞒的严道 既然这样还犹豫什么 你赶快抓紧转化真元之力 快些行动吧 冰凤带眉一条 不客气地说道 嘿嘿 这个还用道友提醒 等稍意恢复一些 我们马上就往最近 拥有传送阵的城池赶去 通过传送 再以最快速度 赶往狡吃族的领地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狡吃一族 算是雷鸣大陆 数一数二的超级势力 里面的大城存在 绝对少不到哪里去的 应该有机会 缠住这位真仙疯子 六翼不加思索地说道 一个月后 狡吃族主城之一的盖林城 被一条一望无际的 滚滚血河彻底淹没了 无数脚吃族人 在血河中拼命挣扎哭喊 但却根本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血肉一点点融化开来 并最终和血河融为一体 血河上空 一名看似瘦弱的青年 面无表情地悬浮在那里 在其旁边 则有上百巨脚吃族 高阶存在的蚕尸 横七竖八的 同样漂浮在那里 其中一具 看似完整的尸体 头颅天灵盖处 被什么东西一打而开 里面空空如也的样子 突然远处天边轰雷声一响 一片绿云凭空涌现 化为滚滚雾海的 向这边一冲而来 瘦弱青年丝毫一色没有 只是不置可否地 转手招雾海处 一望而去 一声霹雳 绿色雾海一冲到血河附近处 往同一处一宁 静一下 幻化成一尊千丈高的绿色魔像 头生笔直独角 提表便服绿色魔眼 单手托着一只金灿灿宝塔 什么人 竟敢在盖灵城进行血迹 就不怕 被本族抓住碎尸万段 抽魂练破吗 另外 镇守本城的天象道有在何处 为何会容你做此事情 绿色魔像提表上千魔眼 只是朝下方微微一扫 当即发出阵阵的咆哮声 天象 你说的是 眼前这个想自爆原因的家伙吗 瘦弱青年文言 用手指一点 那具天灵盖打开的尸体 淡淡说道 不可能 天象道有法力通天 外加有盖灵城大阵辅助 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绿色魔像提表所有眼珠 一下疯狂转动起来 并从中传出惊怒之极的声音 你不用惊讶 若不交出我想要的两人话 你也会马上不踏后尘 落个同样下场 瘦弱青年不紧不慢地说道 一副视绿色魔像如无物的样子 什么两人 这一次 绿色魔像真有些差异起来 就是这两个小辈 你可见到过 瘦弱青年秀中手指一弹 突然一只卷轴一飞而出 迎风一掌后 当即徐旭一打而开 里面赫然露出一对 徐旭如生的男女画像来 正是六翼和冰凤肖像 这好像不是我们脚翅族之人 老夫怎可能见过 他们和你是什么关系 为何要跑到本族处询问下落 绿色魔像身上眼珠一阵凝望后 当即嗡嗡声地回道 这个回答 我并不满意 现在是我在提问 而不是在回答你问题 既然不知道 那我可以给你三天时间 将这两人给我叫出来 若是做不到的话 我就一成成地继续血迹 你们整个脚翅一足 瘦弱青年文言并未动目 反而用手指一点画轴 将其一卷地重新收回秀中后 才不慌不忙地延到 想要血迹本族 这种笑话 老夫有生之年 可是第一次听说 本族现在就可以直接告诉你 不要说 老夫不知道这两人 就算知道 也绝不会交给你的 绿色魔像体表 眼珠骤然光芒一凝 怒急而笑地说道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也留下 成为血迹的一部分吧 瘦弱青年文言 嘴角泛起一丝积讽之色 话音刚落 未见青年有何举动 身下血河中 却轰鸣声一响 十几道血红赤链 从中一卷而出 直奔绿色魔像 一缠而去 绿色魔像自然不肯束手待毙 当即一声大喝 手中金色宝塔 顿时往对面一抛而出 然后一下放大千万倍之巨的 直奔青年一压而下 同时提表无数魔眼 同时一闪 密密麻麻的绿色光丝 击事而出 直奔那十几条血色赤链洞穿而去 一时间 血河上空绿气弥漫 轰鸣声震天 不过这场看似激烈的争斗 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当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所有绿物拳 被某种无形力量一阵而散 里面魔像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原来之处 只有无数淡绿色金石般碎片 洒满一地 而另一端的瘦弱青年手中 却多出一团淡绿色的光球 里面隐约有一个 头生独角的小人 在其中惊恐万分地拼命挣扎不已的 但根本无法逃出 那一层淡淡光膜 青年打量了光球中小人两眼后 脸上献出一丝凝笑 一根手指往其中一插 就准确无比地 按在了独角小人的头颅上 小人当即一声惨叫 身躯一阵抽搐后 就在光球中 无法动弹分毫了 足足一盏茶功夫后 青年才若有所思的 将手指从光球一抽而出 接着略意沉吟 将光球往下方血河中一抛 提表霞光一卷 也一下化为一团金光的 投入下方血河之中 下一刻 血河中嗡嗡声一响 河水一阵波涛汹涌 当即带着无数残肢血水的 向某个方向滚滚而去 同一时间 在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地方 一男一女两名 看似普通的狡赤族人 正拼命向不远处的 另一座狡赤族大城飞快击尸而去 真没想到 这种方法竟然真有效 那个真仙疯子 一到盖林城 竟立刻二话不说地 血迹了整个城中生灵 连那位镇守此城的狡赤族大城 都被掏出了原因 直接灭杀了个干净 那明觉痴族女子 突然叹息一声地说道 第2398章 失踪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真以为这个疯子 会看不穿我们的戒体 祭附神魂的手段吗 只不过 他原本就对血迹之事趋之若鹜 外加自大之极 现在有了这个不错的借口后 自然懒得去分辨什么真假 以他的仙人神通 一般大城 又怎能抵挡其分毫 那明觉痴族男子 却冷笑一声地回道 这倒也是 不过 我倒是没想到 你竟懂得这般玄妙的 完整祭附神魂的秘书 而且还可以暂时摆脱对方监控 早知道如此 就应该早动用此手段 也不必被对方追杀的这般狼狈了 狡痴族女子 还有些不解的问道 你知道什么 这种手段 不同于普通的神念祭附和原因夺赦 是将神魂完整祭附在他人肉身上 并且施法极其危险 我也只有七八分成功的把握 而且一旦施掌后 本体就要暂时陷入沉睡之中 只能暂时由祭附肢体携带而行 一身神通 自然也被封印了大半 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绝不会冒如此大风险的 至于为何能暂时遮蔽对方的监控 我想也许是因为此手段 也是仙剑秘书的缘由 这一点 却是事先没有想到的 我原先准备的另一种 趁乱脱身的后手 倒是没有用上 狡痴族男子 却有几分郁闷的样子 听二人对话 赫然正是六亿和冰凤 二者不知动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将神魂祭附在 两名狡痴族修炼者身上 还暂时逃脱了后面 马良的追杀 仙剑秘书 你怎会得到这种功法的 冰凤差异起来 我当年在蛮荒误入一处异族洞府 从中得到了精确欲书中的一页 里面记载了一种惊人的仙家秘书 可惜这秘书 必须是仙人之体 才能完整施展的 这种祭父神魂手段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手段 也是我唯一可以勉强修炼的部分 可惜得很 这种祭父只能支撑半日时间 时间一到我等 就不得不返回本体了 否则就这般直接逃走的话 也并非没有希望的 六亿还有些懊恼的言道 算了 你懂得的仙家秘书 能暂时遮蔽对方神魂追踪 这原本就已经是一个意外惊喜了 下面只要趁着此效果还存在 抓紧赶到脚吃足的另一座主城中 就算大功告成了 以脚吃足在雷霆大陆的跋扈 外加先前那座盖灵城的血迹 我就不信 二者不会大打出手一番 只要这个疯子 被稍加牵制一段时间 我等就可以再次寻找 一处超级传送镇 直接传回风源大陆了 这一次 只要他不是马上井根来 再想找到我们 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若还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去找寒道友去 以寒凶的曾经斩杀 明虫之母的逆天神通 说不定有办法解除 我等身上的神魂印记 冰凤目光一闪地说道 找寒烈 做梦 我宁愿陨落 也绝不会走这一步的 六亿文言 大怒起来 哼 你得罪那真仙疯子如此之深 真要被其抓住 恐怕不只是陨落如此简单事情了 冰凤见此丝毫不觉意外 反弹淡加说道 此事 宪政无需多说什么 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事情 也许等一回到风源大陆 就能轻易摆脱掉 这个真仙疯子了 六亿恢复了平静 好 既然你如此说了 那走一步算一步了 现在快些赶到下一座 脚吃煮成吧 我已经隐隐感到 这具身躯 似乎无法再支撑多久了 那疯子很快就能再次知道 我们的位置了 冰凤也真的没有再多提寒历什么 于是下面的时间 二人顿光一急 当即化为两团轻光地 向前破空急行起来 半个月后 如影跟随 而至另一座脚吃族 组成的瘦弱青年 正打算同样操纵血和血迹 整座城中生灵的时候 终于迎头碰上了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脚吃族 六大大成老族 脚吃一族在本族如此多人被血迹 外加有两名大成老族 被灭情形下 自然绝不会再和眼前这位大敌 有任何坐下商谈的意思 方一现身 立刻联手催动了早已布下的 一座厉害知己尽致 而那位降临真仙 这一次也未在动用那张神秘服录解除身上法则之链 只是用本身神通和这六名大成老族 展开了一番震惊天地的大战 脚吃族六名大成老族 明显都不是一般大成存在 竟全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介强者 六人联手 外加有静置辅助下 几乎足可以横扫整个雷鸣大路 马良这位降临真仙 虽然大半实力受限 但在有数多仙家秘书 外加数件真正仙界宝物辅助下 自然更是丝毫畏惧之意没有 双方一交手 竟成旗鼓信当之势 但也让后面争斗自然越发激烈起来 最终此大战一直持续了大半日之久 最终以四名脚吃族大成陨落 两名脚吃族大成重伤逃顿而结束 不过在此战的最后关头 脚吃族数名大成同时自爆了数件玄天残宝 同样出其不意地击伤了马良 这位降临真仙大怒之下 当即一路大开杀戒 又连续血迹了三座脚吃族的大成 在如此情形下 脚吃族胜于高层被逼无奈之下 终于借助上古契约之力 一口气从其他空间召唤出了三头 一直受他们供奉的上古真灵 提龙 太阙 杨禄 并和马良再次展开了一场旷世之战 这次激战一直持续数日之久 并且直接波及了方圆百万里内的地狱 三日后 当激战波动方一休止的时候 附近的脚吃族人立刻赶了过去 结果大战处 除了天翻地覆般的大战痕迹外 三头上古真灵赫然不翼而飞 马良也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后 脚吃族用各种秘书联系着三头上古真灵 却丝毫效果没有 这让整个脚吃族高层 一下面面相去起来 而这时 有关绝世凶魔在血天大陆上所做下的一系列事情 也终于传回到了雷鸣大陆之上 在马良这位凶魔下落不明情况下 雷霆大陆各族一时间人人谈谋色变 六一冰凤一听马良失踪的消息 自然大喜过望 毫不犹豫地按照原先计划行事起来 二者在一个多月后 就进入另一大族领地 在付出了一些报酬后 终于借助其所有的跨大陆传送阵 返回了丰元大陆 同一时间 韩丽带着南宫丸等人也在一阵霞光卷洞中 漠然出现在了丰元大陆某个角落的巨大法阵中 法阵身处一所大殿之中 附近看守的数十名守卫 突然间眼前出现这般多人 倒也没有显露出什么吃惊之色 其中一名为首模样的假士 目光在韩丽身上一扫而过后 立刻上前一步恭敬地说道 晚辈奉命前来接待韩前辈 总之是大人早已经在附近等候多时 想和韩前辈见上一面 哦 原来明尊道友相邀 自然要过去一续了 你在前面带路吧 晚辈 你们就先在附近休息一下吧 韩丽目光微微一闪 点点头地说道 夫君尽管去就是了 我自会安排好这边一切 南宫丸看了看假士 眸光一转地说道 于是在南宫丸招呼一声下 一干人等全都走出了传送大阵 并在大殿外某片地方 纷纷盘膝而坐起来 这时 韩丽却已经跟着假士 向大殿附近一处 被密林遮蔽的石屋走了过去 未等韩丽走到石屋前 原本紧闭的石门 就自行从内的一推而开 从里面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韩道友 你终于来了 进来吧 老夫已经在这里等你多时了 让道友久等了 那韩某就不客气了 韩丽没烧一条 没有任何犹豫 大步走进了石门之中 只见石屋之中 除了一张淡黄色木桌 和鼠把檀木以外 并无任何东西了 一名头发赤红老者 正端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 低手把玩着 手中一个光滑如玉的白色玉剪 韩道友 请坐 前次将你的消息 泄露给碧影那边 还望道友莫怪的 明尊一见韩丽进来 抬手一笑地说道 那不算什么 况且碧影道友已经陨落而去 此事就无需多谈了 韩丽摇了摇头后 就大模大样 坐在了老者的对面处 是啊 我晚晚没有想到 碧影这家伙 竟然会走在了我的前面 现在血天大陆那边 本盟恐怕遭受打击不小 势力应该大大萎缩了吧 明尊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贵蒙的确在血天 收缩了一些人手 但在几位长老 共同出面管理下 倒也未出太大的乱子来 我这次能顺利返回风源 还多亏这几位长老的帮忙 韩丽不置可否地回到 如此最好了 有关那绝世凶魔的消息 韩道友大概知道多少了 明尊终于神色一正地问道 经过和贵蒙几位长老的交流 我知道的不算太多 但也不能说少了 但毫无疑问 这位凶魔绝对是不逊于那位 明虫之母的逆天存在 韩丽眼角一跳 神色一下凝重了下来 第2399章 明尊之义 是吗 但有关此魔在雷鸣大陆上的 最新消息 韩道友可知道了 明尊点点头 又默然说道 雷鸣大陆 他莫非又做下了什么惊人事情 韩丽一领地问道 何止是惊人 这次所造成的轰动 简直比在血天时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明尊阴沉说道 接着手腕一抖 就将手中玉碱直接抛了过来 韩丽单手一招 就将玉碱一把抓住 不加思索地往额头上一贴 一缕神念往其中一扫而去 结果仅仅片刻时间 他就脸色有些难看地 将玉碱一挪而开 并缓缓冲对面说道 真想不到 这凶魔竟然招惹到了狡翅一族 并且斩杀了四名此族大臣 还和三名上古真林大战了一场 不过这里所说的失踪 又是怎么一回事 很简单 就是在和三头上古真林一战后 此人在雷鸣大陆上 突然下落不明起来 无人能再找到其下落了 老者缓缓地说道 面上的忧心之色 丝毫未见减少 怎么 贵蒙可是另发现了什么 韩丽是何等之人 转眼间就看出了 对方神色中的蹊跷处 当即直接地问道 道友真是慧眼如炬 不错 在那大战刚结束时 本盟也有人混在其中地 检查了那凶魔失踪之处 结果发现了一丝 狠淡的空间波动存在 并且附近虚空 也有被人破开的痕迹 但可惜的是 本盟之人即使再用各种方法 却无法继续追踪下去了 明尊如此地说道 这般说来 这位凶魔是真的并未陨落了 只是借助空间之力 暂时躲避起来了 韩丽也脸色微微一变 不错 恐怕多半如此了 老者缓缓回道 那明兄在担心什么 为何要赵武过来说此事情 韩丽沉吟了一下 反问地说道 韩兄这话 可是明知故问了 那凶魔既然能在 血天雷鸣先后出现 来到我们风原大陆 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韩道友身为人族大成 也是风原大陆 最顶尖的存在 真能对这绝世凶魔 置之不理吗 就不怕他突然找到 贵族头上 进行血迹之事 以脚吃族 那等超级大族 现如今都落了个 元气大伤的结果 我们风原大陆上的 这些中小族群 真会有族灭身亡之危了 明尊忽然一笑地说道 嘿嘿 道友这话有些古怪了 整个风原大陆 如此多种族 那人怎会这般凑巧地 找到我们 人族这等弱族头上 韩某倒是觉得 那些大族 恐怕更加惹眼一些吧 韩丽嘿嘿一笑 不置可否地说道 本萌早已分析过了 这凶魔血迹对象的一些特点 发现其似乎并无一些明确目标 只是一碰到 生灵聚集众多的地方 都有出手血迹的可能 贵族虽然以前名头不显 那也只是因为 先前缺少顶级大成的缘故 论真正族人数量 和人口聚集稠密程度 也足以排到大陆的前列 韩兄就真肯定 那疯子 不会找到贵族头上 赤发老者淡淡地说道 明兄在威胁韩某 韩丽同孔一说 面上没有任何表情了 在下绝无此意 只是将事实相告而已 而且说起来 这位凶魔 似乎和道友还真有些关系 找到人族头上的几率 绝不像韩兄想象的那般低 明尊面上 又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韩丽真的微微一震了 我这有两个人画像 韩道友可认的 明尊一边说着 一边单手一翻转 另一块玉剪浮下而出 只是五指抓住灰洞几下后 当即一片光蒙蒙霞光 从中一卷而出 在光辖之中 赫然有一男一女的两幅影像 悬挂在那里 这是 韩丽双目一眯 神色有些意外了 看来倒有真认的这二人了 不知可否相告来历一二 明尊见此情形 丝毫不觉意外地说道 应该说 我只认得其中一人 这女子明兵凤 虽然不是人族 但和我个人有些渊源的 怎么 此事还和她扯上什么关系不成 这男子又是什么人 韩丽宁忘了画像片刻后 才摇摇头地说道 那男的事和来历我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 他应该也是风源大陆之人 并且本蒙查到 他在和人争斗中 现出的本体 是一头生有六亿的巨大蜈蚣 实力在大城中 也算不弱地存在了 他和兵凤 似乎狠狠招惹那凶魔 竟一直被其从血天 一直追杀到了雷鸣大陆之中 甚至我怀疑 凶魔会找到脚吃足头上 似乎也有二者 使了一些手段的缘故 明尊目光凝重地说道 六亿无功 被那凶魔一直追杀 纵然韩丽一向喜怒 不形于色 也难掩面上一丝吃惊了 怎么 道友对此人 终于想起了些什么 明尊目光一闪地问道 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这男子似乎也是我一个故人 只是没有想到 会变成这般模样了 韩丽顶着画像 若有所思地说道 原来这二人都是道友故人 这般说来 人族恐怕还真是大有危险了 万一那疯子 知道了这二人来历 恐怕真会跑到贵族那边去的 明尊缓缓说道 此话有些夸大了 但我却似乎真无法置身事外了 但不知他二人现在身处何地 还在雷霆大陆上吗 韩丽眉头皱起地问道 根据本萌的追查 这二人似乎和那凶魔 几乎一前一后地失去了踪念 道友既然和这二人认识 觉得他们会到什么地方 明尊望着韩丽的在问道 这个可不好说了 我虽然认识他们 但也有多年未曾见面了 韩丽摇摇头 不动声色地言道 他们是否会回风源去找道友 明尊却丝毫不放地追问下去 的确不排除有此可能的 若真如此的话 我还真要头疼一番了 说到这里 在下想问明兄一句 你觉得 那凶魔是仙界仙人的可能性有多大 韩丽叹息了一声 忽然反问了一句 我判断的话 有九成九的可能吧 明尊脸色微微一变 但一沉吟后 还是如实回道 道友为何如此地肯定 韩丽摸了摸下巴 凝重地问道 很简单 因为这人施展的几种神通 的确是仙界的秘书功法 这一点 我可以保证的 因为在下先祖 就是仙人的嫡系后人 有些仙界功法秘书 虽然没有流传下来 但一些描述和具体说明确 的确有记载留下的 明尊苦笑一声地回道 原来如此 这般说来 此人的确是真心无疑了 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 道友将在下招来 又说了这般多话出来 不会真想让韩某孤身一人 去对付这位仙界之人吧 韩丽不置可否地问道 韩道友说笑了 明某怎可能有此想法 在下为了整个风源大陆着想 只是有一个 让各位共进退的提议而已 我等诸界和仙界早不知失去联系多少年了 现在突然有这般一位强大的仙人降临 也不知其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万一他真的跑到我们大陆 也来大开杀戒 我们这些顶尖强者 必须集中一起 以绝对力量逼其离开 或将其彻底镇压了才行 否则散开来的话 只能让对方一一地逐步击杀 明尊脸上绿色一闪的言道 共同联手 好像血天大陆的血道宗门 似乎做过一次此等事情了 还不是仍被对方以绝对力量击破掉了 韩丽神情微动 但口中缓缓问道 血天那些人 有些太小瞧了对方 再没有弄清楚对方来立钱 仅仅只集中了十几名大成 其中真正强者 才不过三四人 失败自然是难免之事 明某这次提议的联手 却是整个风源能排进前列的强者联手 外加本门同样会召唤一些强大真灵参战 必能一战成功的 一名仙人就算再强大 在实力大部分被封印情况下 绝无可能和我等联手后的实力相对抗的 明尊傲然地说道 道友真能同时请来这般多人 除了韩某外 有多少人答应下此事了 韩丽神有些意外起来 韩兄尽管放心 除了道友外 已经有大半道友明确表示 只要这名真先真踏上风源大陆 他们就愿意参加这次联手 剩下的其他道友相信 只要联系上 在利害相关之下 应该也不会拒绝的 毕竟谁也不想 有这么一名仙人 在本大陆这般一直肆意妄为的 明尊不加思索地回道 既然明兄已经考虑周全了 韩某可以暂时答应下来 但若到时 桂盟无法找到足够多强者的话 在下即使道场 也会立刻扭头离开的 韩丽脸色阴晴不定地 思量了好一会儿后 才缓缓地点下头 哈哈 韩兄尽管安心好了 若真无法凑过人手 明某自己也不会白白地送死去 这张传讯符 道友收好了 到时 只要有那真先的消息 我会立刻传讯给诸位的 并安排诸位道友尽快聚集一起 明尊哈哈一笑 异常高兴地说道 接着他单手一扬 一张淡银色符鲁丛中击事而出 韩丽点点头 袖子一卷 就将此符鲁无声地收进了袖筒之中 第2400章 法则之恋又约定了几样事情后 韩丽终于告辞地离开了石屋 片刻功夫后 大殿上空一声轰鸣后 一艘黑色巨舟 破空地向远处击事而去了 韩丽站在船手处 眺望着远处虚空 面上一片沉吟之色 夫君 那位明道友找你 可有什么要紧事想 背后脚步声一响 一个温婉声音传来 赫然是南宫婉 绰约走了过来 并关切地问了一句 这是可说来话长了 回船舱中后 为父再细细和你说讲述吧 韩丽苦笑一声后 才回转身子的说道 数个月后 某个神秘空间中 三头形态猙獰的巨兽 各自死死咬住 一根紫金色锁链 满脸不安地盯着三根锁链另一端处 亦同样锁链缠绕全身的黑袍青年 此青年虽然被困斑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但面上毫无惊惧之色 反而用一种讥讽目光 不停看着身边三头巨兽 不知过了多久后 黑袍青年终于开口了 但声音冰冷异常 丝毫感情没有 你们三个 若肯现在有人降服的话 我还可履行先前的承诺 饶你们不死 将你们受为麾下灵仆来用 并在事后带你们一同去那真仙界 否则等法则之恋正是反噬后 你等三个 就一同陨落在法则之力下吧 不可 法则之恋的反噬 明明应该只是针对 你这名仙界仙人 为何会连我等三个 都会被一同牵扯进去 就算此恋真的反噬 也应该是你 承受其中大半力量 剩余小伴我等 三个共同分担下 应该并无大碍的 其中一头露手雄身的怪兽身上 响起了惊怒之急的声音 嘿嘿 也不知哪个蠢货交给你们的 这种激发法则之恋的办法 明明只是半知半解 竟然还敢用在我的身上 不过 要不是我反应够快 即使用空间密宝 将你们一同拉扯进来 恐怕还真可能在外面 遭了其他人的暗算 但现在嘛 我们互相牵制之下 只能静等法则之力的反噬了 但其中的厉害处 又岂是你们区区的下等真灵能想象的 就算只是小半反噬之力 也足以让你们当场飞灰烟灭 你们现在 是不是已经感到体内真元 开始被法则之恋慢慢地吞噬了吧 而本作的仙人之身之强大 更不是你们这些下等存在可比的 外加我还有仙家密保护身 就算承受更大的反噬 也不过是多休养一段时间罢了 黑袍青年黑黑一笑 带有轻蔑之意地说道 胡说 这种方法 是金龙王大人亲自传授的 怎可能有假 你休想用区区一颗丹药 就在我们中挑拨什么 哼 要真是如此 你只要静等就行了 又何必对我们三个说 这些话语 路手雄声怪兽哼了一声 发出咆哮之声的回应道 而其他二手闻听此言 均都面色极其难看起来 要不是我还有正事要做 不想在你们身上 当个什么时间 会和你们废话什么 算了 本仙再给你们一个许诺 只要有谁愿意先助手的话 我除了可以带其去先见 还可以赏赐他一粒真魂丹 让其成就真仙之魂 但是此承诺 也只在半日之内有效 过了此时间 休想我再答应任何事情 黑袍青年 终于露出了几分不耐之色 真魂丹 其他两头怪兽听到此承诺 均都心头一震 目中不约而同地 闪过一丝火热之色来 此丹对他们诱惑之大 几乎均有刹那间的怦然心动 是不久后神魂俱灭 还是作为本仙灵仆德次灵丹的 一同去那仙剑 就由你们自己选择了 至于你们和脚吃足之间的约束 甚至和此界的一切联系 我也都可以帮你们斩断开来 而下面 我不会再多说半个字 黑袍青年冷笑地说完之后 将双目一臂 在重重捆树中闭目养神起来 三头巨兽闻言 面面相去地互望一眼 不禁神色各异起来 却一时间 谁也没有开口说些什么 而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 这三名真灵所化怪兽 均都感到法则之恋的吞噬 越来越快起来 而他们暗中早施展了 无数神通秘书来抵挡 却丝毫效果没有 反而隐约加快了 法则之力的侵蚀 这一下 三兽真的开始心慌意乱起来 照这样下去 等到法则之恋的正式反噬到来时 他们的实力 恐怕早就被削弱到 实不足异的地步 怎可能还有丝毫生还的机会 巨雀和牛手怪兽 脸色都开始阴晴不定地变化起来 二位道友 你们不会真被他的话语打动了吧 路手雄身巨兽 看着同伴面色变化 忽然有些不善地 冲其他两兽低吼道 并下意识地将口中锁链拉了一拉 顿时阵阵法则波动 一散而开 这怎么可能 真魂丹虽然珍惜 但也不至于 让在下做出此等事情来的 不过先前所说的法则之恋反噬 我等似乎不应该忽视的 这毕竟是性命攸关之事 另外一头声有两颗巨大牛手 浑身遍布龙龄的怪兽 有些犹豫地说道 不错 我等虽然和脚吃足 借用玄天之宝之力 定下了上古契约 但也绝没有真将自己葬送在此的道理 的确要重新记忆一番的 另外一头十余杖许大 浑身被灰蒙蒙光艳笼罩的剧情 也目光乱闪地开口了 我明白二位的意思 既然这样 我等的确好好商量一下吧 但在此之前 我却还有一个 对我等多大有好处的提议 鹿手雄生怪兽沉饮了许久 才叹了一口气 有几分无可奈何地 向其他二兽突然传音了过去 同时身躯一动 像离其最近的那头巨雀 徐徐一飘而去 鹿兄站住 有什么话在原地说就行 不必靠过来了 那头灰色巨雀见此情形 目中惊芒一闪 一下立声喝止道 怎么 倒有连我都信不过了 鹿手雄生怪兽闻言 当即脸色一沉下来 嘿嘿 在下怎会如此想的 只不过在这种时候 我等还是不要靠得太近 比较好一些 提龙兄 你觉得呢 灰色巨雀黑黑一笑 又向另一边 静观其变的双手牛兽 问了一句 这个嘛 大家一直被绞吃足供奉 又何必弄得这般 双手牛兽干笑两声后 就想掺和悉尼般地 说上两句 但话音未落 其咬住的那条紫色锁链 忽然一颤 一股难以抵挡的距离 顿时从上面一涌而出 静意将此兽后面话语 一致而散 大口更是硬生生振的 满口鲜血 此兽出其不意的一声惨叫后 就被口中紫禁锁链 硬生生挣脱而出 正想大惊的大口一张 在一咬而去时候 忽然头顶出一声冷笑传来 接着只觉空中一黑 一只巨山般血色大印 竟丝毫征兆没有地 在其头上 竟在咫尺地方浮下出 并在无数金银符纹缭绕中 一压而下 此兽大惊失色 再想躲避 明显来不及了 只能一声怒吼后 身躯骤然一掌数倍 两只大手一下化为漆黑巨蹄的 往血色巨印一击而去 轰得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两只巨蹄方一接触 血色巨印的瞬间 立刻化为粉末的暴力而开 其肉身和体内神魂 随之在血光狂闪几下后 当即也寸寸碎裂溃散 面带冷笑地闪现而出 与此同时 原先在三寿中间处 被层层紫金锁链束缚的 另一黑袍青年 则面带诡异的无声随风而逝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挣脱法子之恋 那名巨大灰鹊 一见着骤然惊变 吓得魂飞魄的 一声尖叫后 慌忙将口中锁链一吐而出 两只灰蒙蒙语翅 在猛然一闪后 就一下化为一道灰光的 向后击视而出 喷一声闷响 一只长满黑毛的肉乎乎巨长 仿佛拍苍蝇般地 迎头一击而来 让根本没有防备的巨鹊 被硬生生一扇而回 一连十几个跟头后 才勉强在身后虚空中 重新稳住身形 这时 那鹿手雄身怪兽 才面露一丝猙獰的 将一条手臂 徐徐一收而回 杨鹿 你疯了 我明白了 你竟然抢先投靠对方了 这条法则之恋 也早被你动了手脚 那灰色巨鹊 使劲摇了摇 还有些晕乎乎的头颅后 才有些醒悟的惊怒交道 你现在才明白过来 已经晚了 鹿手巨手冷冷地没有说话 血印上的黑袍青年 则阴森一笑 大人 只要你绕我性命 我愿臣服于你 也愿意做你的灵仆 灰色巨鹊心中集沉 一边惊恐说道 一边向后栩栩退去 晚了 我只有一枚真魂丹 也只有能力 带一人返回仙界去 杨鹿 你既然打算臣服我 那就杀了他 当做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命令 你若是做不到 反被其杀掉的话 这枚真魂丹 也就只能给胜利者了 不用担心我会反悔什么 我这次下届来身边 正缺少一名驱使之人 只有你们中的最强大者 才有资格做我的灵仆 黑袍青年一声冷笑后 目中忽然闪过一丝 恶毒之意地说道